面對媒體一語不發 FTX創辦人兼前執行長佛瑞德 在巴哈馬當地時間十二日落網 隔日進行了第一次聽證 後續可能引渡回美國受審 全球第二大加密貨幣交易平臺 FTX上個月無預警申請破產 引起崩盤和市場恐慌 被紐約檢察官形容是 美國時尚最大金融炸氣案 根據報導佛瑞德被捕後 透過律師以憂鬱和飲食習慣為由 申請保釋 但遭到巴哈馬法官駁回 他共被指控扒上罪名 若全部成立 將面臨高達一百一十五年的刑期 FTX新任CEO John Ray 在國會作證時表示 公司會垮臺 因為掌權的人缺乏經驗 且管理鬆散才會導致今日慘況 如今幣圈神童跌落神壇 無獨有偶的是南韓加密金童 Terror創辦人全倒亨 在今年五月自家貨幣崩盤後 成為眾矢之地 曾說自己會配合調查 不會逃跑 十二日卻傳出他早已不見蹤影 而曾是FTX對手 加密貨幣交易所幣安 過去二十四小時也出現擊退 已遭提領十九億美元 引起監管機構關注 市場極大加密貨幣問題連環報 已經讓幣圈人性惶惶 省尼新聞 林涵寶寶寶